看早餐吃飯 三姐, 剛才的台王很害怕青 他怕不見了一隻雞 做不到今天這個賀年菜 金皮鹽酥雞 大王傻的 怎麼會過時過時沒有雞才行 對… 三姐, 今天有一隻雞 不過三姐今天教我們做這隻雞 對, 金皮鹽酥雞 我們買些黃柚雞回來 然後先斬腳 要的, 斬腳的時候… 不負負 不用負負, 斬腳的時候, 斬落一點 斬落一點? 不要在這裡 那不是縮皮的 一炸, 那個位置就縮 這樣就不會縮, 知道嗎? 知道 一定要用黃柚雞嗎? 漂亮很多 我們回來洗乾淨, 對吧 洗乾淨了, 我們就要下去醃 三姐, 我想問一問 炸雞真的會縮一點 很少的, 雞要買多大才比較理想 三斤重 三斤? 對 脫皮毛了 對, 三斤重 三斤 現在二斤多, 三斤夠了 好 我們回來洗得很乾淨, 是嗎? 是 將薑放進去 薑蓉 對, 放進去 薑蓉 鹽, 鹽多一點不怕 因為雞是鹹的 所以雞肉… 鹽酥香 沒錯 醃在裡面 對, 還有這個叫… 沙薑粉 對, 沙薑粉, 沒錯 沙薑粉只要入麵 外面不用, 外面是鹽就可以了 最好給我一點玫瑰露 玫瑰露 洗半茶 多少…我和你一筆 夠嗎? 夠…給我… 夠了嗎? 夠了…不用太多 這個很霸道, 很香 跟地方搓勻 按摩? 按摩它 放多久 搓勻 但要搓幾分鐘就可以了 幾分鐘? 醃一會兒, 再翻轉它 是 明白嗎? 這些薑就塞進去 總之有多的, 全部塞進去 對…沒錯, 塞進去 三姐, 要醃很久? 至少要四小時 三姐, 雞是否醃了四小時後 就完成了? 不是的 四小時後, 開水 然後將雞倒轉 倒轉它? 倒轉它 這樣就用水淋幾下 這些地方都可以淋得到 然後就這樣去淋 這些地方都可以淋得到 淋好了 然後… 肚子裡面呢? 肚子不用了 只淋了皮 然後將雞勾… 這裡有一塊骨 摸一摸, 摸到 雞勾勾著那塊骨 這樣 你淋它就要令整個形狀正了嗎? 對, 皮封在這裡 然後這樣就可以吊它一晚 不用塗東西嗎? 不用了, 可以了 是不是? 是 現在不要像炸雞一樣 金黃色, 像豬油色 現在就封乾 不要皮, 現在就鹽的皮就算了 鹽酥的皮 這樣就吊一晚就可以了 如果有雪櫃放進去, 就吊在雪櫃 如果沒有雪櫃, 用風… 沒有雪櫃, 風才吹它 也可以? 吹一晚? 對, 要凍天和有風的地方才行 不然就沒那麼好 好, 現在… 放在一個晚上… 放在一個晚上就夠了 放在一個晚上之後就變成… 這樣的樣子 就是這樣的樣子, 讓大家看看 這個已經吊了一晚了… 用什麼?你用雪櫃還是風? 我今天用風 用風? 因為今天很大風 用風吹熱就行了 對, 全部都乾了 雞翼都乾了? 雞翼都乾了 它是否自己…我沒有用定型的吧? 沒有的 它自己咬成這樣 對, 沒錯 它縮起來變成這樣 不, 它是, 因為你把它反過來吊 它所有東西都把它反過來 如果這樣吊, 全部都放在下面 全部都… 液液又接起來 對, 就沒那麼容易乾了 是 我們頸部通常不放進去炸 就在這裡叮開 這麼短嗎? 對, 夠了 這樣, 頭部也要, 頭部有尾 對… 好 這個時間, 我們看看油 油 要多大鍋 油就大鍋, 沒辦法 過年過節當然大鍋的油 你整個新年都用光了 用完雞油會比較香 對, 但油不要太沸騰 要溫油, 對… 如果太沸騰, 放進去皮就會變熟了 這個位置有些東西, 有些油 撕出來 撕出來 撕出來, 為什麼? 這是什麼?肥膏? 對, 撕通, 撕通這裡 很炸一點? 油可以這樣過, 容易熟 這些油撕掉, 不用擋住 不要讓它阻礙 炸, 現在油會微微生氣 好, 放進去 要關火嗎? 不用, 不用, 先放進去 我們用這個, 把它塞進去 這樣就容易把它慢慢滾 但為什麼不見渣渣的聲音? 我們不用渣渣的聲音 我們先用溫油浸上去 做這個雞要溫油, 大哥 對, 沒錯 但油不夠高溫, 它不會脆皮 稍後再讓火扯高 但現在一直這樣, 火燙著 它的油會越來越熱嗎? 是 還有, 在這個時間 我們可以放一點牙籤 把這些位置刀一下 刀來幹什麼? 因為放了一層氣 對, 放了一層氣 因為它會… 有水氣 免得它的皮自己爆開 不會爆開, 不過放了一層氣 可能炸出來的皮會比較漂亮 不會刀起那麼多 是 很小小的… 皮疙瘩… 對… 是的 很多功夫 要吃好東西 對, 賀年菜吃好東西 賀年 別說了, 三姐 你淋了幾下, 皮也開始金黃了 因為腿會比較難熟, 對嗎 所以我們要側側的位置先炸 胸部也會難熟, 對嗎 所以放進去時, 由胸部放進去 那會變得怎樣才可以呢 把雞放進去會很輕, 很重 到一段時間摸上去, 它會比較輕 反而這樣會比較輕? 對, 因為它已經沒有水分 雞肉就會比較輕 要不要反轉它嗎? 要, 一定要反轉 但是這樣, 杏姐, 接受量不就最簡單 我們怕它會黏皮, 黏底 浪費了嗎? 對, 沒錯 要把它剝好一點? 對, 沒錯 我們把油淋在肚子裡 將它裡面也變熟, 是不是? 要把它煮熟, 不容易 20分鐘左右 20分鐘左右 要這樣淋它20分鐘 對… 以為你三、兩分鐘就完成了 20分鐘嗎? 對 要吃東西當然這樣, 沒辦法 要不吃好東西 吃好東西, 沒錯 三姐的雞差不多變金色了 是不是可以了? 多等一會, 給點心思, 給點時間 真的要20分鐘? 對, 要的… 對, 沒錯 如果你真的不懂得看雞肉熟味 有什麼方法可以檢查? 對, 要把雞肉熟成, 要把雞肉熟成 對, 把雞肉熟成, 把雞肉熟成 看有沒有水流出來, 有沒有血水 但是摸上雞, 雞肉熟成會輕一點 你已經感覺到了 插得穿就好了 對, 最重要是雞籠裡面 雞籠裡面 三姐, 你的做法 不用擦脆皮漿在表面上也可以 那個是脆皮雞, 那個叫炸雞 這個就是香酥 這個沒有顏色, 我們沒有上皮 真的有時候, 你要加蜜糖還是怎樣 對… 不用 沒有, 我們現在這個沒有 現在我們… 簡單很多 三姐, 基本上好像已經燒脆了 對, 但現在還要用大火搶一搶皮 現在還可以, 我們再淋一會兒, 好嗎 好… 好吧… 其實這個菜要溫柔, 又要耐性 不停地拿油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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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二十分鐘 像我 真的很像這樣溫柔 來…大王不出聲 對, 她現在在旁邊溫柔 不是就不是, 必須要這樣 不是, 但有耐性 好了, 現在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對 看到了, 皮撞煲煲, 脆煲煲 但現在要大火 裡面已經熟了嗎? 熟了 剛才我們淋了很久 雞籠裡面也熟了 雞籠淋了很久了 好 現在已經很香了 對, 等一會兒… 停一停油, 好嗎 好 番薯, 我們預計金錢片 我們放進去, 稍微放水 稍微放水, 讓它容易熟 軟身一點 軟身一點 沒錯, 這是炸漿嗎? 炸漿, 對, 這是炸漿 這個番薯這麼橙色嗎? 特地買它橙色的 金錢嘛 沒錯 薄薄一點就可以了 對, 薄薄一點就可以了 然後是開大火炸還是… 大火… 有配菜也很香 香過消瘦香 那又香不夠 辣味 但是我最初以為 這些是塞進雞裡 怎麼會塞進雞裡? 不知道, 一個人做不到 有些新的東西 沒錯 譚永浩 吳天佑, 剛才你一個人… 你很特別 那你也知道 炸番薯還有什麼?三姐 還有一個脆肉瓜 好 拿著…給我撈雞 好嗎? 這樣把它出一出水 番薯也很容易炸得熟 因為番薯會耐熟一點 脆肉瓜就會快熟一點 所以我們先炸番薯 好, 好像天婦羅一樣 類似吧… 我們要它有些顏色 漂亮, 金黃, 像金錢一樣 玩玩玩 也不是, 新年菜很容易投入 是, 賀年菜嘛 還有炸番薯, 我們香港人很久沒吃 是 很少吃 炸番薯很喜歡吃 很棒 太大姐, 金錢了 拔絲麥 好, 先放在這裡 好了 好 我們這個…脆肉瓜 不要太厚皮了 給我多一點水, 麻煩你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炸番薯很容易就熟 不要太厚皮 你想說是滷嗎? 不用指望 不是, 不用指望 我怕它會燒焦, 怕會燒焦 我不會承認 不會承認, 我知道你會燒焦, 不承認 很好笑 這個很快熟了 這個很快的, 這個 這個本身輕輕輕輕就吃得了 這個很快熟, 所以我們是… 一落鍋, 馬上起了 對, 馬上起了 好 這個很快熟, 防得這麼快 對 脆漿熟就可以了 脆漿夠脆就可以了 好了, 熟了, 起了 這個真的輕輕 真的輕輕而已 輕輕輕的 關火 好, 又放在這裡 好 關火 好, 那我們就可以搞定了 搞定了 搞定了 三頸, 雞也搞定, 配菜也搞定 是 斬雞上盤 甘皮鹽酥雞 這個, 我知道了 來吧 溫柔 回到這裡 О, 熟了 小燈 , 熟了 老有 好 劇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